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次恋爱 与西蒙斯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了 哪个地步估计卡丹山姐妹们都未必清楚 肯斗把工作与生活分得很开工作的时候 一切都在美光根下没有任何隐私 不过 一旦涉及到私下里的生活 肯斗是格外谨慎的11月份的时候 肯斗曾经为西蒙斯的球队加油不过 当时的对手是汤普森的骑士对汤普森 是柯勒的男友 也是柯勒孩子特鲁的父亲 汤普森是肯斗的准姐夫 当时肯斗为汤普森发出嘘声 很多人都没有看明白 一些粉丝认为 肯斗就是来为伦姐夫加油的 后来才知道 他是来为西蒙斯加油的 这段感情隐藏到了这个地步 让人很震惊更有意思的是 西蒙斯与肯斗已经确定了关系 但是从未成为卡丹山姐妹同行的常客 草特尼 金 可乐 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感情 卷入到真人秀节目中不过 肯斗从来不这样 所以普通的王九 一般不会猜透肯斗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在真人秀节目中 也不是活跃的一员 总是在该说话的时候 才说话也相对谨慎 从肯斗的性格来说 他更像父亲布鲁斯詹娜 而不是母亲克利斯詹娜 詹娜加毒带给他的谨慎 冷静的基因 让他处事比较小心 做事不太张扬 他的妹妹凯莉也是如此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